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瓜中含有皂肝 能够帮助降血糖 降血脂和抗肿瘤 而且呢 苦瓜中的苦瓜袋 康称为天然的植物胰岛素 适合糖尿病的人群使用 第三 健脾开胃 苦瓜中含有苦味素 能够促进党质分泌 促进消化 增进食欲 第四 美容养颜 苦瓜所含的维生素B1 维生素C 味觉瓜类蔬菜之手 其中的维生素C的含量为56毫克每100克 是丝瓜和南瓜的10倍以上 能够滋润保湿 使皮肤白皙 夏天呢 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呢 控制好血压 血糖和血脂 你医生推荐 用苦瓜做成呢 蔬果汁 能够活血礼器 特别适合呢 立下后饮用 也适合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 我们准备食材 苦瓜半根 芹菜一根 柠檬半个 纯净水呢 适量 做法 芹菜和苦瓜洗干净后切断 柠檬剥去皮 去籽 达成果汁即可 这个酥果汁呢 具有稳散膏护血管的功效 有的朋友怕苦 我们可以先用勺子把苦瓜染和绒毛刮干净 用冷水泡30分钟后 再用盐水焯水 能去除苦瓜的苦味 另外要注意 苦瓜性含凉 孕妇和小孩呢 不要使用苦瓜 脾胃虚寒 公寒的人也要尽量少吃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